开始上课 不可以 说什么呢 把昨晚的作业教一下 不可以不可以 不上课不教作业 你们想干嘛 白雪 起来回答问题 不可以 又是不可以 贝尔大宝熊妹 你们回答 不可以不可以 很好 都不可以是吧 这学期全部零分 给我出去 熊妹都怪你 怎么就赚到了生气的说不可以呢 弄得我们大家都得了零分 我又是故意呢 好了 这次我来赚 赚赚赚 行 是微笑着说好的 这句话肯定没问题 大宝 五分 好的好的 考了五分你还好的好的 确实的 这都什么学生啊 贝尔 二十分 好的好的 又是好的 好这么差 你们给我解释一下嘛 熊妹 五十八分 好的好的 不及格你还骄傲了是吧 白雪 七十分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你们考这么差 还好的好的 统统给我叫家长 贝尔 还说你赚的话肯定没问题 现在我们都被请家长了 这次我来赚 下集是体育课 一定要赚到一句好话啊 怎么说我不要 我来赚了 统统课 我们来练习钓员 我不要 那我们来打野猫球 我不要 怎么回事 你们平常不是最喜欢上体育课的吗 难道 你们不要上体育课了 我不要 我不要 行 那我宣布 你们爸的体育课取笑 以后 你们再也没有体育课可以上来 都怪这个破转盘 害我们狗龄分辨脚加长 现在连体育课都被咬了 那你们为什么要说转盘上的话 不说不就好了 当然不行了 上课时间 我们只能说转盘上的话 为什么 先和M王告诉我们的 白雪贝尔大宝熊们 校长让我给你们带了个魔法转盘 转到什么 上课就只能说什么 那我们要说不说呢 不说的话 你们以后就没法说话了 都是这样 我们今天一天真是太惨了 哈哈 你们好笨啊 那个魔法转盘是我给你们的 我只是想逗逗你们 那上课时间必须说转盘上的话 不说就永远说不了话呢 当然是我编的了 没想到你们竟然信了 哈哈哈 黑眼魔王 你必须说我负了 就是 黑眼魔王 看我的 可以魔法 希娜 你对我做了什么 嘿嘿 没什么 就是以后大家对你说什么 你只能说可以 并且照做 否则就会受到 仰仰魔法攻击 真的吗 让我试试 黑眼魔王 帮我吹呗 哈 你休想 哈哈哈 哎呦 哎呦 好痒啊 可以可以 我现在就帮你吹 哈哈哈 希娜 我保证再也不捉弄大家了 你快取消这个可以魔法吧 这个嘛 大家说 我要不要取消黑眼魔王的可以魔法呢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喜欢今天的视频就点个赞 哇 好漂亮的衣服啊 等等 大宝做的衣服不能穿 为什么呀 就是 你们怎么能说我做的衣服不能穿呢 是真的不能穿 你听我们说 大宝 我要一件衣服 给你 熊妹 好漂亮呀 谢谢你大宝 哇 妈妈 希娜有好漂亮的裙子 哇 真的好漂亮 老板 我们两个人 可要一条裙子 鬼女们 谢谢你大宝 啊 衣服怎么变小了 什么 衣服变小了 我的也是 那我们赶快去告诉大宝吧 啊 我做的衣服怎么会变小 大家都在呀 熊妹 你的衣服怎么没有变小 衣服一直都是这样的 啊 我的衣服也变小了 希娜 这是怎么回事 熊妹的衣服怎么没有变小 大宝 你想想 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嗯 让我想想 哦 哦 是我的神奇剪刀 这个不是我的 那我们快去找找吧 奇怪了 大家都不知道我黑暗魔王做衣服了 这是怎么回事 哼哼 找我大宝做衣服 又快又好 谢谢你大宝 什么 大宝全然这么快就做出来裙子 而且还这么好看 我要看看是怎么回事 哼哼 多贵了这把神奇剪刀 童话王后的人 都会越来越喜欢我的 原来 是大宝手里的神奇剪刀 我要想办法把它拿过来 神奇剪刀 我把你放在这里 大宝 我们两个人 各要一条钳子 有人救我 哈哈 大宝出去了 让我变一把 长得一模一样的剪刀 这样 大家就不知道 是我拿了神奇剪刀 神奇剪刀 到底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谁 看 他在告诉我们 是黑暗魔王 什么 居然是黑暗魔王 那我们该去找黑暗魔王 好 黑暗魔王 你为什么拿走我的神奇剪刀 谁说是我拿的 你们有什么证据 黑暗魔王 大家都告诉我们了 神奇剪刀就是你拿的 只要我不承认 他们就不能说我了 黑暗魔王 这次就敢还是好孩子 我黑暗魔王说不是我 就不是我 黑暗魔王 你看 你从哪里掉出来的 这就是我的神奇剪刀 这 这 怎么黑暗魔王 你们都喜欢大宝做的衣服 都不喜欢我做的了 怎么会呢 黑暗魔王 大宝做的裙子很好看 可是你做的西装裤子也很好看呀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黑暗魔王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自己做的不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我知道做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事情 每个人都会受到大家的喜欢 喜欢这期视频 就点击告诉我们 3 2 1 开始 她是谁 我知道 林公主 她是谁 小椅子 唐僧 她又是谁 你也有用 那她呢 是庞尊 不错 第一轮大家全部回答中去 每人复得一个小红星 下一轮抢达环节 这是谁 王母 不是王母 答对了 给你一颗小红星 这个呢 我知道 是水王子 白雪和黑暗魔王的答案不一样 那她到底是谁呢 正确答案是水王子 黑暗魔王 减掉一颗小红星 白雪 加上一颗小红星 哎呀 我的小红星没有了 那她是谁 我知道 是罗尼 回答错误 她是黑香灵 酥美的小红星 也没有了 这一轮的最后两道题 看看 谁能回答中去吧 这是谁 我抢 大宝 她是谁呀 是 大宝不准说 黑暗魔王 你自己回答 是 是戴木白 黑暗魔王真的 这么明显的衣服都看不出来吗 黑暗魔王回答错误 这是马红菌 黑暗魔王 没有小红星可以紧 淘汰出去 你早知道我就不讲了 下一题 下一题我一定要抢的 你请回答正确 她是谁 是戴木白 你们到底认不认识戴木白啊 都猜戴木白 兄妹回答错误 那她是谁呀 这是奥斯卡 兄妹没有小红星可以剪掉 好才出去 接下来 这是冠军中夺赛了 白雪公主 赵 大宝 究竟 谁能获得冠军呢 最后一轮 先看第一张 我知道 是石家公主 是谁啊 我再一点也看不出来呢 白雪回答得那么快 答案一定是对的 跟白雪回答 我猜 也是石家公主 答对了 每个人加一个小红星 那第二张呢 这个我收信 是王墨 看来宝石猜人物已经难不倒你们了 接下来是看腿猜人物 这是谁的腿 还是难不倒我 这是猪猪青的腿 答对了 加一个小红星 继续看下一张图 这是谁的腿 这个人我见过 是飞灵的腿 不是的 明明是吉娜的腿 又出现了不一样的答案 这次 他们谁的答案是证据的 答案公布 没错 就是吉娜的腿 各系大宝 成为冠军 什么 我赢了 真是没想到 今天玩的真是大开心了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点赞关注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 给贝儿姐姐一颗小红星 给白雪一颗小黑星 给贝儿一颗小红星 给白雪一颗小黑星 为什么 给贝儿一颗小红星 给白雪一颗小黑星 为什么 我也想要小红星 鉴定完毕 白雪为黑星卧底 现在进行驱逐 不要 我怎么在森林里 白雪 原来你就是黑星卧底 不是的 我不是 你自己看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大家都给我小黑星 白雪 你还是快离开吧 这里是红星王国 不欢迎黑星卧底 我不要 白雪 你怎么变成了黑星卧底 我也不知道 金灵仙子 你快帮帮我吧 那我们去找大家 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白雪 怎么是你 熊妹小模拟大宝 你们为什么要给白雪小黑星啊 那是因为 花生 我最爱的夜楼利娃娃 我还好剩下了一个 我真是太凶艳了 老板 夜楼利娃娃 我也要 老板 把夜楼利娃娃给我 白雪 它明明是我先来的 那要怎样,我先说的,这就是我的了 白雪,你真是太过分了,我不喜欢你了 就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熊妹,我没有这样做过啊 我也不喜欢耶鲁里娃娃 什么白雪,你的意思是我说话了吗 不是的,熊妹,可是我真的没这样做过 大宝,那你呢 是这样的 我要认真的话,这样我的话肯定能在幻化比赛得第一名 大宝,你在干嘛 我在为这次的画画比赛做准备呢 可是,我的房子总画不好 我可以帮你 真的吗,那这就大个了 我画,我画 白雪,你在干嘛 你看你给我的画画成了什么样子 白雪,你真是太过分了,我不喜欢你了 就是这样 白雪,可是我不记得我这么做过啊 白雪,你还不承认 小魔女,那你是因为什么 因为 小魔女,可以让我用一下你的魔法棒吗 当然可以,给你 变 老鼠 真好玩 白雪,你太过分了 所以,我要给白雪想黑雪 可是,大家说的这些我都没错过 怎么可能 这就奇怪了,我来看看 变 我要变成白雪的样子 变 真好玩 原来是这样啊 都是按下个的鬼 是我们冤枉白雪了 对不起 没关系的 那我们收回我们的小核心 太好了 我不是黑心卧底了 点赞关注 我们下集再见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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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